林小姐願意與新台幣2,225萬元出售房地 不過這個張姓房仲卻沒有如實而宜告 反而對買方陳先生謊稱 屋主出售房屋的定價是2,300萬 一約先將10萬元握玄金 以及投機款170萬 共180萬賄入專戶 同日再將70萬元現金交付給張姓房仲 由他轉交給屋主的前夫 結果張姓房仲沒有將現金交付給屋主的前夫 騙手70萬元得逞 結果沒想到這一切都是這家房屋公司的前房仲業務說的謊話 可能就是因為太信任了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啊 沒錯 這位買家就是信任帶來被詐騙嘛 字幕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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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張就是正義 捍衛消費權益 我是好房房總編 也是本節目的製作人 楊金亮 大家好 我是志航 歡迎各位收看 買房賣房真相大追擊 志航 本週我們來討論一個房仲 同時欺騙買方跟屋主 以此賺取70萬 最後被判刑的案例 蛤? 同時欺騙買家跟屋主還賺了70萬 我們快說來聽聽 這一則來自匯流新聞網 3月的報導 屋主買方兩頭騙 錢 這家房屋公司的房仲 賺差價70萬 設詐欺取財 遭判刑10個月 這新聞是講說 台北市一名陳先生 2016年委託當時 這家房屋公司的張姓業務主任買房 沒想到卻慘遭詐欺 70萬現金白白落落的房仲口袋 根據判決書的內容 該位房仲刻意隱瞞買家屋主 惡意抬高房價 並把70萬價差中保私囊 最後買家有幸因故簡約 這時候才驚覺自己受騙 經過五年等待 就在今年 法院終於還給陳先生公道 該為前這家房屋公司的房仲張南 涉犯詐欺取財罪 除有期拖鑑10個月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事情的整個經過 2016年的五月 陳先生委託當時大直重劃店 前房仲張姓房仲 購買台北市的一處房屋 經過張姓房仲與屋主林小姐和其前夫戳傷後 林小姐願意與新台幣2,225萬元出售房地 不過張姓房仲卻沒有如實而已告 反而對買方陳先生謊稱 屋主出售房伍的定價是2,300萬 前夫即用現金 若陳先生願意先交付現金70萬 屋主前夫不但願意出售 還願意便宜5萬元 以總價2,295萬元售出 只是合約上交易金額只能寫2,225萬元 不能讓林小姐知道他的前夫另外拿70萬元 導致陳先生覺得有便宜到 所以答應 總編員這個講法其實蠻容易讓人家上當的 畢竟這是人家的家務事 就算真的屋主的前夫要另外拿70萬 陳先生也不好講什麼 不過這房仲這樣講真的有點缺德喔 沒錯 然後在同年5月9日 陳先生與林姓女屋主 簽下那份他認為房價被做低的 2225萬元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 同年5月13日 一約先將10萬元握玄金 以及投緝款170萬 共180萬 賄賂專戶 同日 再將70萬元現金 交付給張姓房仲 由他轉交給屋主的前夫 結果張姓房仲 沒有將現金交付給屋主的前夫 騙手70萬元得逞 那後來陳先生 怎麼發現他被騙啊 該房仲沒有想到的是 陳先生後來因為貸款金額不足而解約 該房仲公司 扣除合約記載的50萬元我約金之後 退還給陳先生130萬 卻沒有退還另外支付的70萬 於是陳先生才向屋主要回70萬 求證後才發現 屋主的前夫 從頭到尾 根本沒有要那70萬元現金 而張姓房仲 也沒有將70萬交付給屋主的前夫 陳先生方才知道自己受騙 份兒對張姓房仲提告 所以總編這個案例就是因為陳先生太相信這個房仲 所以在他被告知屋主前夫急於用錢 而且給出會便宜5萬的條件 想自己偷偷拿走70萬的說法也沒有多做懷疑 結果沒想到這一切都是這家房屋公司的 前房仲業務說的謊話 可能就是因為太信任了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啊 沒錯這位買家就是信任帶來被詐騙嘛 後來屋主的前夫 在聽到陳先生給張姓房仲70萬元以後 以LINE的訊息詢問張姓房仲 當姓房仲改以語音通話 並承認有在餐廳收陳先生70萬 還有呢會全額賠償給買方 但是LINE僅傳送會處理的訊息 且說詞反覆 因此屋主的前夫要求張楠立文字聲明 表示70萬元一事與其無關 會找買方自行處理 意思就是該房仲可能怕留下竊竊的記錄 所以改用語音通話 告知屋主的前夫他有拿錢 之後就用訊息傳訊息 根本是在打迷糊仗 很可能是這樣啦 更惡劣的是張姓房仲在東窗事發以後 雖然一再私下與屋主、買方進行協商處理 但卻在外人無法查看的臉書網頁上 發布不時指責賣方的文章 內容不外乎是說 屋主前夫與屋主關係生變 才需要這筆錢 也已經將錢交給屋主的前夫 是屋主的前夫在說謊等等的吧 哇這也太過分了吧 一邊跟買賣方談 一邊又發文抹黑賣方 他是想逃避責任嗎 這是有可能的啊 我們可以看看判決書上面 張姓房仲一開始還是說 屋主前夫有要求 另行收取七十萬的現金 並且已將款項轉交給屋主的前夫 但是願意自己賠償 左邊如果不是他拿的 他還願意自己賠償 這七十萬不是小數目耶 所以啊後來他又承認 他沒有將這七十萬交給屋主前夫 才被發現他在第一時間 還是想隱瞞屋主的前夫 從沒要求另外收取七十萬的實情 那法院最後怎麼判決呢 最終判決張姓房仲利用擔任陳先生的重見 並取得其信任的機會 除了提供錯誤 且自己惡意哄台的房地的價金之外 還欺騙買家 需要由他私下轉交現金價差給屋主前夫 導致陳先生因而交付給他七十萬 造成陳先生財產上面的損害 且張姓房仲在被告以後啊 仍向陳先生揚稱 七十萬元是屋主前夫取走的 另外向屋主前夫楊稱此事與外方無色 導致陳先生深受其苦 再加上傷性房仲在審理時否認犯刑 以及收持前後矛盾的犯後態度 最終依照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詐述此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判處十個月有期徒刑 並將犯罪所得七十萬元沒收 總編這件事情這樣聽下來 這家房仲公司的前房仲這個業務 真的非常可惡 你看一句話就騙走了這個差價七十萬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房屋的買賣 有時候消費者常常是 都在屋況還有漏水上面的 這個交易糾紛在鑽牛角尖 其實最重大的損失就像這個 賺走價差或一句話 因為信任被騙走了這麼大的金額 這才是最重要的 總編所以這個買家陳先生 是非常無辜 他因為信任這家房仲公司的前房仲的一句話 他多付出的七十萬 不但會遭沒收 沒辦法拿回來 他如果要拿回來 還要打民事訴訟才能要求賠償 所以這個曠日費時 我們節目的終止 就是挖掘事件真相 捍衛消費權益 如果你買房賣房 交易有糾紛 請讓好房王的新聞義務律師團來幫你 沒錯 有買房賣房交易糾紛 可以點選影片資訊欄的爆料專線連結 或者畫面的爆料QR Code 連絡我們 QR Code在這裡 當然也要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也歡迎您在下方留言喔 伸張救助正義 捍衛消費權益 真相大追擊 我們下次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要打開小鈴鐺喔 好房網YouTube頻道 影片新上架就能收到通知